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丰富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报句也是讲到这一个家 我们都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但是很可惜了 今天现实告诉我们 家庭会伤人 我不懂你有没有读过这一本书 有一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 家庭本来应该是有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今天呢 家庭成为一个 招控 偏心 欺骗 不孝 羞辱 恶待 侵犯 这些的事情都发生在家庭里面 有一些人甚至会丢弃家庭 有一些人在家庭当中 会护待家庭里面的一些的成员 家庭本来是最安全的地方 本来应该是最温暖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今天家庭成为了一个 很多人受伤害的地方呢 到底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家庭有两大的特色 你知道吗 家庭有两个的特性 第一 家庭是期待最高的地方 第二 家庭是表达最自然的一个地方 在家庭里面 我们是在对家人期待是最高的 我想问大家 你希望你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 你希望你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 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的家庭是 潮潮纳闹的家庭 没有 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家庭是温暖的家庭 他的家庭是充满爱的家庭 从来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的家庭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家庭应该像你的花言 能够发出芬芳 好像磁铁这样的能够把人的信回家 让人人都能够想到回家 家庭是让人在劳碌的时候 想到的是什么呢 在外面受到这么多的压力 我想回家 这个是每一个人对家庭的一种的期望 我们希望什么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是不会拒绝我们的 不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不论我们做的多么有多么多的错误的事情 我们总希望什么 总希望家庭不能不会拒我们一门外 我们希望家一定是能够包容我们 能够欣赏我们 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爱的地方 所以你没有发现到 每一个人 每一个的家庭成员 他们都对家有一个很高的期待 我是希望能够被爱 我希望能够被接纳 我希望你能够体谅我 可能外面的人不能够体谅我 可能外面的人他们不爱我 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我希望的是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爱我 可能外面的人不能够接纳我 外面的人可以拒绝我 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我期待的是什么呢 我期待的就是你要接待我 你要接纳我 我希望的就是 你能够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 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人对家庭都有这么高的一个的期待 期待一个无条件的爱 但是另一方面 家庭的另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家庭呢 是一个让我们人能够最自然表达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穿得这么漂亮 是不是呢 有一些人在家庭的时候呢 在家里面呢 有一些人是没有穿你来的 有一些人可能早上都没有刷牙的 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呢 他睡觉的时候呢 他在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呢 他脚跳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家里面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月数 在家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最自然的把它表达出来 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这些生活方面 而且我们希望在我们内在的表路方面 情绪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最自然的表达 可能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吞声忍气 老板正对我 那我呢 可以吞声忍气 同事批评我 我可能会笑一下 我很有礼貌的走开 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呢 我们懂得笑一笑 懂得有一点的礼貌 我们懂得安静下来 但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就不同了 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 只要我们看到有一个不顺眼的地方 我们就会怎样 我们就会发回去了 只要我们看 只要我们听到家人跟我们讲一些 我们不喜欢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样呢 我们就会攻击他 我们也会用一种另外一种的事情 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去应付他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呢 因为我们希望 家是一个让我能够最自然表达的 什么叫做最自然表达呢 就是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 所以通常在家里面呢 我们通常都不会讲 对不起 我们很少讲对不起的 在家里面呢 我们也很少讲什么 是谁的声音 在家里面呢 我们也很少讲谢谢你 为什么我们很少讲谢谢你呢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讲谢谢你 好像比较伪装了 比较不像家人的 比较不自然 最自然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理所当然 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 所以你看到呢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是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期待 期待什么呢 我们期待被接纳 我们期待被爱 但是另一方面呢 加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表达的很自然 当我们希望自己表达的很自然的时候 你知道吗 表达很自然呢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伤到人 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不懂得约束自己 我们想到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所以这个呢 是在家庭里面呢 很大的一个漏差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来的 所以我们对别人 或许说是外人 通常我们会怎样 更有耐心 我们不会很容易的放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假设这些的别人 他们是不了解我们的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 我们就要更加的有耐心 但是呢 当我们对家人的时候 我们怎样呢 我们的耐心就有限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家人应该是 最了解我的人 所以我们认为说 家人应该是 最能够支持我的人 最能够了解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一般面对一些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想 别人不理解我 也算了 但是 为什么你也一样的不理解我呢 别人不懂的配合我 不懂的支持我 也不用解 但是为什么你不懂的呢 为什么你不会这样的支持我呢 为什么你不会配合我呢 你看到吗 一方面我们对家人期待这么高 但是一方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 我们又怎样 我们又常常的去得罪我们的家人 所以你发现到 这一种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我期待你爱我 你也期待我来爱你 我期待我希望我能够 毫无耶稣的能够包吾住我自己 毫无耶稣的能够很自然的表达我自己 而且当我包吾我自己的弱点 包吾我自己的丑相 包吾我自己的一些缺点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是怎样 我希望你接纳我 所以我可以愿意的包吾 但是我期待的是什么呢 接纳我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期望 很大的期待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却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个就是今天很多人家里面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家庭成为了一个会商人 好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到底这两个特性里面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真正的问题就在所谓的自然表达 什么叫做自然表达 什么叫做我表达的最自然呢 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说我们表达很自然的时候 我们愿意很容易的包吾自己 我要做什么就说什么 我要做什么样就怎样的时候呢 其实当我们表达自然 这个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当人在表达最自然的表达的时候 表达出来的就是人的丑陋的一面 当我们说我们要自然表达的时候 很奇怪 自然的表达 不是最美丽的一面 自然的表达 仅然是丑陋的一面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告诉我们 原来当不是我们在自然表达的时候呢 法庭是什么呢 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圣经称它为罪性 自然的表达 其实就是罪性的这一个意思 罪性 你知道吗 我们人呢 罪也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一个是罪性 罪性是我们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 罪的意念 意念 我们有罪性 然后产生了罪的这个的意念 然后呢 罪的意念 才会产生什么 罪 行 我们才会把它 行出来 所以我们人的问题 其实 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根源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这个的罪性 在什么上呢 可能我们有罪性 我们有罪性 但其实 不一定 我们都会完全的 行出来 不一定的 你看 比如说 今天 为什么我们 会完全的 行出来我们的罪性呢 因为有 法律的 有法律的 耶稣 有法律的耶稣 所以今天呢 比如说 在 马路上 我们有什么 有红绿灯 这些的红绿灯呢 在耶稣我们 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什么 都有法律 这些法律呢 其实都是在耶稣我们 你可以想象到吗 如果有一天 巴黎的这个的红绿灯 巴黎交通的红绿灯 都不需要有红绿灯 你想看那一天的光景是怎样 如果巴黎交通没有红绿灯 肯定的 那一天整个的交通 就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那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 当这个没有法律 耶稣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的罪性 就会泄露出来 罪性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是自我中心的 我们人是自我中心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知道吗 这一种的罪性 这一种的自我中心 其实影响我们的家庭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今天很多人家庭出现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罪性 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个的问题 罪性最基本的表达 就是自我中心 而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可能有意无意的 我们把这些东西 表露出来 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的家庭 一个一个的家庭 都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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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 罪性 在影响每一个人的家庭 在破坏每一个人的家庭 所以我们怎样呢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人先理解我们 你看到吗 在家里面刚才我说了 因为有罪性 我们总是想到人先理解我们 人要先爱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们要先爱人 我们要先理解人 我们要先接纳人 不 我们想到就是 你要先了解我 你要先爱我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 那我们要怎样的处理这个问题呢 罪性使到我们怎样 使到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时候 我们很放肆 我们要用最自然的去表达 我们内心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打太太 我们会打丈夫 最近有一个家庭 太太跟她的母亲 两个人联合起来 打她的丈夫 把丈夫关在房间里面 不给她出来 不是在巴黎 也不是我们的家庭 这个丈夫没有办法 就打电话 叫警察来 所以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怎样 就要抓 太太 但是丈夫知道 家里面不能够没有太太 因为还有孩子 要照顾的 你想 他的太太很想去打她的丈夫吗 当然不是 但是是什么呢 是一种 一种的 情绪的一种的包容 在家里面 我们经常都会把我们的情绪 把我们的在外面的压力等等 我们就在家里面 完全的这样包容出来 甚至我们伤害了人 我们当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就是罪性所带来的这个问题 罪性要怎样解决呢 圣经称这个罪性呢 称它为一个律 如果你有读罗马书的话 第七章那边称为律 那罪性要怎样解决呢 圣经说 律至为善 有的我 你醒出来 有的我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 我知道我要怎样做 我知道今天 特牧师所讲的这些道理 我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我们常常 行不出来 所以这样的罪性呢 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这个是生生的 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 而且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要怎样的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你掉在海里面 你不会游泳 那么会怎么办 你不会游泳 你只要喊救命 当你在喊救命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能够自己救自己吗 你不能的 因为你不会游泳 你肯定不会自己救自己 你不能 你喊救命 当你喊救命的时候 如果说 在河边有人看到了 他要怎样 他就教你怎样的游泳 他告诉你说 你要这样的游泳 你的手要这样的打 你的脚要这样的踢 当他告诉你的时候 请问 那个时候你会游泳吗 你会跪游泳 你不会 你不能够解决这个的问题 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需要的就是 有一个人 跳下河里面去 然后呢 先把你救上来 他一定要跳下河里面 先把你救上来 然后呢 救上来了 他才教你怎样的游泳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耶稣基督 是给我们 教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主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他要处理我们的罪行 圣经说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你一定要从你的根源 除掉这个的问题 不是罪行的问题 不是表面上的一些沟通的问题 不是的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书 告诉我们 可能夫妻沟通有问题 可能夫妻这个有问题 是 我知道有这些问题 但是 不用忘记 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 最新的问题 我们正要先处理 这个最新的问题 怎样能够处理出新 这个最新的问题呢 我们需要换一个 新的心 我们一起来跟我们这一节的经文 来 第二来 我也要 赐给你们一个信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一面 神他说什么呢 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要把我们整个的心把它换掉 前几个礼拜 有一个牧师来到这里 他说我们种韭菜 我们种韭菜 很多时候我们把 我们种韭菜之后 我们把这个韭菜割了 把它割出来 哪去送给人哪去卖 这个韭菜呢 过了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后 它是怎样 它又长出来了 你割了它还是长出来了 你是要怎样 你要处理它呢 你就需要严根把它拔起来 你要从它的根本的问题 来去处理它 其实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界上 其实就是要处理 我们最根本的问题 刚才说了 家庭是我们最高的期待 但是呢 另一方面带来的是最大的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一方面我们期待很高 一方面我们把自己 妥落的一面 一直的暴露出来 背后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些所谓自然的表达 带出来的是罪性 不是爱 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爱 所以我们要怎样的处理这个问题呢 除非你换一个新的心 你让这个新的心 来再次的帮助你 让你懂得怎样的自然表达 但是你所表达的不再是罪性 而是什么 而是爱 而是爱的这一种的生命 我们要怎样做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来相信一次 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让你的心换一个新的心 来到神的命前 承认说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我真的在我的内心里面有罪性 我要除掉这个 靠谁呢 靠耶稣经理 曾经有一个人 这一个人呢 他在包裹里面工作 那时候呢 他家里面有他的妈妈 有他的妻子 他的妈妈跟妻子的关系 非常的紧张 所以呢 他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呢 都是心惊胆跳 有几次他回到家的时候呢 他看见的是什么呢 太太在骂他的妈妈 妈妈在骂他的太太 甚至有时候呢 他看着两个人 拉着对方的头发 在那边打架 所以他看得他很辛苦 所以呢 他不想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回到家呢 妈妈呢 太太就会骂他 为什么你总是帮着妈妈 妈妈呢 也会骂他 为什么你总是帮着太太 所以这个做丈夫怎么办呢 他就整天要加班 他不想回家 后来他就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他带妈妈去教堂 他带妈妈去教堂 礼拜天 他就把妈妈 带到教堂去 至少呢 礼拜天可以让妈妈 跟他的太太 暂时分开 而且也让妈妈去那边 行使一下 所以他在教会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 只是希望他的妈妈 能够在教会里面 让他的教会 让他自己好好的 行使一下 哪里直到两个月后 他的妈妈信了耶稣 他的妈妈信了耶稣 妈妈信了耶稣之后呢 这个家庭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曾经有两次 这位的弟兄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发现家里面很安静 他看到太太在厨房里面 脸色非常不好看 他看到他妈妈在哪里呢 他找他妈妈 他发现 他的妈妈呢 在房间里面 跪在那边打稿 原来他知道了 其实家里面 曾经有发生过很多次 这种很紧张的关系 但是他的妈妈 每一次要跟媳妇有冲突的时候呢 他记得圣经讲话 亲王 生气 却不要犯罪 每一次他生气的时候呢 他赶快的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 然后呢 跪在那边 祷告 就这样的过去了 他就记得这件事情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那么做媳妇呢 他就不会跟他吵了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整个的家呢 吵架就越来越少了 那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两个月之后 他的妈妈信主两个月之后呢 他的太太也主动的去教会了 因为他发现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婆婆竟然改变了 当他的太太去教会之后呢 不久 他的太太也信主了 这个弟兄呢 因为看到他妈妈的改变 看到他太太的改变 最后他也信主了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你有没有看一个叫good tv 台湾有一个电视 你们常常在微信里面放的那个恩典365 还记得吗 365 转来转去也不知道是谁 这一看弟兄就是寇世远牧师 寇世远牧师 寇世远牧师的儿子 就是寇少恩牧师 就是你们常常看到的 在good tv上 常常出来讲道 分享的 做家庭的 你看到吗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换了一个星星 我们的家庭能够改变 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 一起来读 一个来 他担心主耶稣 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要告诉我们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庭改变 从谁开始 不是从你的丈夫开始 不是从你的太太开始 是从你自己开始 今天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庭能够改变 那么好不好 你先改变 让你先改变 你改变了 那么因为你的改变 你把这个新生命带回家了 因为你的改变 你的家庭就会改变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从神那边来的爱 很自然的能够去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很需要真爱 那么真爱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神那边来的 我很希望你的家庭是一个 越来越美满的家庭 我很希望你的家庭是一个 越来越可爱的家庭 但是问题在于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神爱你 神还要改变你的家庭 但是不是改变别人心 是要改变你自己 那问题是你要不要 从你开始 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需要更新 但是呢 需要从我们开始 把你的心 再次的交在神的手中 让祂给你一个新的心 接下来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姐妹 他们要给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是 江西 江西 主唱歌 歌唱的一首诗歌 不及的心灵 何时能遇到的海 独漏的山顶 不顾高仰几岁 独漏的救赎 成就起飘往回 独漏的距离 在天陵地往回 计备的幸福 正如中梦都不回 独漏的距离 将其的灵地往回 独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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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流血不淚 衝突的心 流血流滴安慰 若的聲音 無後陽體嘴 這樹 深究幾秒後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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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